星期天3月8号 那么就在许多中国民众在庆祝妇女节的时刻呢 中国当局在北京 在杭州 在广州等地 抓捕了多位女权活动人士 让她们无法在妇女节展开相关的游行活动 那么被捕人士包括了北京女权运动家李婷婷 杭州魏之明负责人武荣荣 还有广州的郑楚然等人 下面我们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邀请的是在北京的李婷婷的代表律师 艳兴 艳律师来谈谈有关进展 艳律师你好 你好 感谢您参与美国之音啊 先跟我们谈谈您知不知道 李婷婷她在上个星期五被抓捕之后 目前她人到底在哪里 您见到她了吗 目前她欺压在海电区看守所 在海电区看守所 是 那您个人您见到她了吗 没有 我今天上午刚刚提交会见手续 对 那么当局是否批准了您的会见呢 现在还不能判断 是 那么艳律师跟我们谈一谈 当局在上个星期五 拘捕她的时候 根据报道也对李婷婷的住所 进行了查抄抄家的动作 能不能跟我们介绍 当天的有关情况呢 当天晚上是11点半左右吧 就是去的时候 根据我掌握的信息是没有拘捕令 然后没有传唤令 没有搜查证 在这样的情况下 对李婷婷的住所进行了查抄 是 您刚刚提到没有拘捕令 所以当局在抓捕的时候 是否有提出他们抓捕李婷婷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呢 我目前也没有掌握具体的信息 因为我现在跟办事机关 也还没有完全的沟通上 具体的办事机关 现在我们还不太清楚 是哪一个部门 是 叶律师 那么我们看到报道也提到 不只是在北京 在广州 在杭州 在3月6号 3月7号这两天 都有女权活动家被捕 很多人说这是一次 全国性的搜捕行动 您认为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搜捕行动的产生 目前来说 态势还不明朗 是否与三八妇女节 需要进行维稳有关系 我们也只能做一个初步的预测 可能进一步的方向 还需要再等待两到三天 是否会见 或者会见了以后 我们初步的掌握一下 具体案情以后 才能做进一步的探测 所以您下一步的动作 就是极力争取来跟李婷婷 进行会面吗 或者是您有其他的计划吗 对 是 我们第一步 首先是要争取会见 因为会见是 作为律师的一个 基本的权利 也是当事人 最应当受到保障的权利 是 那么燕心律师 最后想请教您 李婷婷的家属 与您联系了吗 家属对此 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家属现在目前刚刚知道情况 我刚才还没有见到面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燕心律师 那么在未来几天 我们也将持续地 与您保持联系 希望了解有关 李婷婷案的最新发展 谢谢您 美国之音也将持续地 关注这几位女权活动人士 她们的近况 您可以锁定 美国之音的各界报道 或者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报道 网址是VOACHINESE.COM